高手打球看起来轻松且稳定 怎么到你这就这不准那不稳的 学会这两点让你的准度和控制力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尤其是第二点最为重要 整个出杆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也很容易被忽视 那就是回杆 回杆节奏太快 甚至是没有节奏 会使你失去对白球基球点和目标进球点的记忆 出杆的动作就很容易变形 应该在瞄准完成后 锁定着基球点和进球点的这条线 放慢速度进行回杆 回到最后方稍作停顿 再逐渐加速干脆的出杆 每次高质量的回杆才能精准打击到预设的点位上 第二对于初学者最适合的控力方式 就是利用回杆的长短匹配发力的大小 大力回杆长 中力回杆中等 小力回杆短 熟悉这三种基本力量的回杆方式 你的稳定性就必然会提高 想要系统学习抬球技术 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 小课 小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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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词